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9月15号之前的这些所谓的华为的紧急拉货潮 这个其实都已经结束了 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电子股 在台北股市当中的一些相关的反应 其实都是比较偏弱势 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当中 已经开始慢慢的反应 华为禁令生效之后的一个市况 那么换言之以目前的股价表现状况来说 它在告诉我们在9月15号以后的 这些所谓的华为过去的供应链也好 或者是有受到华为紧急拉货影响的这些厂商 在9月15号过后 它的所有的营收就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出现 9月15号以前 它的营收是出现了爆炸性的成长 可是到了9月15号以后 它会变成是一个回归平淡 回归正常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科技产业 科技股包含像是台北股市的 这些相关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当中的一些营收比重 它就要回归到原先它应该有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说接下来从9月份 10月份的营收 你就要去跟去年的同级比较 如果它都没有出现爆炸性的成长 那么代表它在除去华为之外 还没有找到新的成长动能 那这些股价表现就很有可能会 因为出现营收表现不如预期 而出现股价回落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也不是只有在台北股市 包含像是在美股当中的半导体产业 受到华为的禁令生效的影响 其实也会有一些表现上面的落差 这个是后续在连结美股跟台股当中 一些科技类股表现当中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就是在接下来9月15号过后的一些营收 可能会出现比较疲弱的发展 好所以就是在相关于这个礼拜的科技股表现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在周末的美股表现 周末美股道琼是回弹的 但是在当中结构出现了涨跌互接的变化 我已经带大家来掌握 好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公益指数 基本上它的反弹力道是相对比较弱 那看到它跌破月线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能够 再一次的站回到月线之上 那么因为月线的扣底值也来到这边 所以它的月线是开始往下弯 那往下弯在短线上面 就会形成对于指数上面的一些 记录面的压力 那么再加上它的成交量是不够大 所以你说要让它再冲过高点 其实难度是比较大一点点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左肩 这里是一个头 然后这里是一个右肩 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时间的对称 这一边这一边的一个左肩 大概它的时间是十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呢 道琼工业指数呢 它在横盘震荡的这个右肩 只经过了四个交易日 那接下来在六个交易日之后 六个交易日之后 能不能够顶得住这个压力 基本上就会变成是 比较关键的时间波 那如果它能够横盘震荡 撑过六个交易日以上 基本上再挑战高点的机会就出现 也就是说接下来在六个交易日之内 对于道琼工业指数来说 就时间对称的角度来说 它是空方比较有利的局面 除非它撑得过六个交易日 那接下来挑战高点的机会就又出现 就又出现 所以呢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以道琼工业指数来观察 六个交易日以内都是空方占上风 撑过六个交易日以后 多头就会开始再拿回多方的主控权 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六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 另外我们看到在NASSE指数的部分 也是一样了 那这边我们还是画一个 简单的跟它一样 这个是左肩右肩 同样的时间对称的观念跟大家讲 以六个交易日为主 那这一波呢回下来之后 打到季线之后收缴 打到季线之后收缴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波跌下来反弹之后呢 它的力道相对比较弱 反弹了大概三个交易日之后 它有再一次的跌破前波低点 虽然是在盘中 可是它收盘点 收盘点就是在这个低点的附近 收盘点就是在这低点附近 所以代表其实上方的反压还蛮重的 那很有可能随时都会再一次的跌破 季线的这个支撑 这个大家特别留意在科技股 它已经不是在反映基本面 它是在反映估值的修正 估值的修正 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 在美国股市的结构当中 各产业的估值到底有多贵 等一下给大家看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 费城半楼梯指数呢 也是一样比较偏弱势 比较偏弱势 那它是一个高低间的状况 就是左肩比较高 右肩比较低 右肩比较低 所以其实呢 这一波上涨 费城半楼梯指数也没什么大涨 它只是被拉动之后呢 再回档修正 所以其实你相对要让 费城半楼梯指数出现 比较重挫的发展 相对比较难 相对比较难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在结构图的部分 那结构图的部分 我们看到在 亚马逊的部分 跟苹果都是 领跌的一个地位 那另外包含像是 Google 脸书 微软也都不涨 NVIDIA跌了1.2个百分点 过去最强势 听说要抢到英特尔市占的AMD 也跌了3.2个百分点 那另外在Sellforce CRM Sellforce是 道琼新的成分股 它也是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这大家特别留意 在科技股的部分 回档的机会 而且是全值股 它看起来回档的机会 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反而在其他的 包含像是在传统产业 包含像是在 医疗保健这个区块 好像都开始慢慢有一些 盘整的一个现象 没有再继续破低 那金融类股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跌升性的反弹 那所以其实从整个美国股市的结构看起来 从这里看 大概就是在跌科技股 就是跌科技股 好 那如果我们从美国股市整体的估值 告诉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到底美国股市是处于牛市还是熊市 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从这个20世纪以来 针对于美国股市的统计 那么黄色的这条线是标普500的指数表现 蓝色的这条线就是虚的本益比 也就是CAP 就是虚的本益比的一个调整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熊市循环 然后牛市循环 用框框框起来的就是熊市循环 熊市循环 那我们来对照一下 基本上熊市循环结束呢 结束在哪里 都会结束在本益比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发现每一波框框结束 要再进入到牛市的时候 熊市循环会结束在 虚了本益比相对比较低档的时候 尤其是过去历史上统计大概跌破10以下 就是大概熊市要结束了 甚至能够跌到10附近 也是熊市要结束 但是我们反过来观察 那牛市呢 牛市是什么时候 牛市就是在相对高档的时候会结束 你说确定是什么数字 确定是什么数字 就超过20倍以上 基本上就是牛市 随时都可能结束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从虚了的本益比 来去看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多空周期的对照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当它的本益比还是在30倍这附近左右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牛市快要结束 而且随时都会结束 好另外我们把整个产业切下去看 几个这个本益比的数字 这个是美国股市的一个各行业的本益比的一个现象 那红色就是代表过热 黄色就中等 中等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呢 红色不管是在三年五年 还是在全时期 你可以看得到它在整个表里面 在本益比的部分都是比较偏红色 代表基本上在各行业里面 以本益比去预估的话 美国的基本上各大产业都还是估值比较偏高 那你看这一波跌最深的能源产业 竟然也都还是相对本益比 在比较偏高档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其实从这边看起来 本益比还是相对比较偏高 另外我们再从本益成长比的角度 来帮大家做切入 那本益成长比基本上是更进一步 我们去看的是 每一年企业的EPS的成长率的预估 再回来看本益比 所以它的公式是本益比 本益比除以EPS的成长率 EPS的成长率 所以这两个除下来之后 就会是本益成长比 看未来的成长性如何 那如果这个数字除出来 是小于0.8 那这个就是价值被低估 是有机会再持续上涨的企业 那如果它是等于1 代表它的估值跟它的下跌 限价是一样 那如果它是属于大于1的部分 那就代表它的估值是比较偏高 如果它是大于1 估值就比较偏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在这张表里面 基本上所有的产业 全产业包含像是基本金属 包含像是消费性的产业 金融 科技 公用事业 然后工业 保健 然后科技相关的这些服务业 这个电讯服务 其实都是在1以上 也就是说 从本益成长比的角度来看 这些企业都是估值过高 也就是说 未来的成长性 股价在往上涨的空间 是相对比较有限 甚至有的已经超过2以上 就代表说它的股价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贵 非常非常的贵 另外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数字 我们用企业的价值 跟它的销售的一个占比 去进行一个评量 那大家还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个产业里面 就告诉我们 其实在金融股的部分 它反而是在反映 现在目前的一个企业的价值 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点 相对比较偏低 你看金融股 因为它现在目前是 非常积极的调整 他们的杠杆 在去化杠杆调整体质 囤积现金 所以他们的整个价值 会回归到正常 虽然他们股价是往下跌 但是他们的整个企业的体质 跟它的价值 是慢慢的展现出来 那么包含其他的一个公司 包含像是其他的销售 这个零售销售 或者是在基本金属 甚至在科技类股 其实都相对比较过热 另外在这个能源类股 在这一波大跌之后 它的体质也开始 慢慢的有一些修正 所以其实从这几张图 我们可以帮大家 掌握一个现象 就是说现在目前全美国股市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 不管是在任何的角度去做观察 都是属于过热 估值过高 也就是说你现在要去投资 美国股市的投资朋友们 你可能会去承担 超贵的一个风险 就是股价超贵的风险 那股价超贵的风险 回过头来我们就想到 台北股市的一句老话 是什么 只要是股价涨多了 就是最大的利空 那现在的美国的市场 大部分的股价 都是出现涨多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提醒大家说 如果你要操作 美国股市的一个投资 可能你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涨多随时都有可能 会拉回的风险 而且这风险还蛮大 现在美国股市是比较偏贵 那当然在回档修正的同时 我们要观察的是一个领先指标 就是科技类股 那科技类股再往下跌 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跟台北股市也是息息相关 所以后续我们再从其他的结构 帮大家掌握科技类股的变化 好的确科技类股 在这礼拜最大的冲击 在刚才新闻面当中 大家看过就是华为 那当然在半导体的部分 除了有变数之外 关键在于像是台积电 九月十七号 这个礼拜要除全息 要配股配息了 那目前就上礼拜的观察 目前在台积电的筹码 看起来它还算是稳定的 所以在这个礼拜 相关的半导体产业又影响到 你看从中上下游 IC设计 晶圆制造 风测恐怕都会影响到 再加上台积电 韦杰怎么看这波华为的禁令 好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华为的禁令的影响 就是九月十五号以后 就回归正常 那回归正常就要看 能不能够找到去填补 华为缺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营收 可是在短时间来说 我个人认为在今年结束之前 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全球的有效需求 都还在复苏当中 并不是说像过去二零一九年 这么样的蓬勃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也就是说 在今年接下来的 这个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 十二月份的营收 可能都会不如市场上的预期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个股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我们先看二三三零的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讲到 台积电出现一个超级大利多 这超级大利多 竟然也没有办法 能够让台积电的股价 脱离一个箱形区间的整理 你看这个箱形区间 大概在这边 大概在这边 它大概就在四百二 到四百三十五这中间 这中间 那它没有办法能够 快速的越过去挑战高点 代表其实 接下来市场上对于台积电 剩下这四个月的营收 是相对比较保守 你可以看到 虽然说外资都有买 都有买 可是看起来都是为了这个礼拜 台子期要结算去进行的布局 我们讲过 因为外资现在在台北股市 比较没有那么长期看好的单 那它现在会去买就是什么 用电子全资股来控盘 让它在每一个月的台子期结算当中 能够安全下装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布局 并不是真的看好台积电 另外我们看到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我们之前讲过 它的关键价就是在六百块 六百块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门槛的保卫站 那如果说守不住 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 已经回撤了两三次了 那如果在接下来很有可能被封闭 那封闭完之后 跌破低点的机会大增 换言之联发科在短线没有办法 能够找到一个营收来填补 华为的单的一个缺口 那只要这个低点被跌破 那回撤年线的机会就大 那虽然说最近的外资买盘 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增加 可是你看它都没有办法把它往上推 所以代表联发科的筹码 并不是外资能够推得动 因为它已经乱掉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4968的利基 利基的线形也是跟这个 这个联发科差不多 它已经快跌破前波低点 这个缺口没封闭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个3034的联佑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缺口在这边 然后呢已经跌破前波低点 那最近短线在反弹 各位看一下它有可能是会领先落底的 因为它离连线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那我们看到在2449的晶圆电 这个是比较偏后段的 你看它已经跌破低点 跌破低点了 而且它的线形已经转空 另外呢在6257的这个系格 你看到也是一样回撤年线附近 所以你看到在跟华为有相关的这些供应链当中 其实基本上华为禁令一生效之后 可能在接下来的股价表现都有可能会比这个往这个年线去做靠拢 所以在短线上面半导体产业 可能在华为禁令的影响当中 股价还是会受到一些打击 好那当然华为影响到了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 还包括在手机晶片的部分 那现阶段来说 刚才我已经特别提到了联发科 联发科它的确现在有短线上的利空存在 尤其现在传出外传是高通 高通现在打算用低价站来抢 就是它的这个晶片的价格 最低还有可能降到三成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台湾的厂商来说 它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利空的影响存在 我想其实高通跟联发科的竞争是 长久以来的这个竞争 那我想其实5G晶片这个状况来说 现在高阶因为这个晶片比较贵 那造成它的整个终端的产品售价比较高 所以消费者接受度不高 所以旗舰版的这些相关的产品 可能只要一旦突破某一个价位之后 消费者就不太买单 所以现在高通跟联发科要争的是中低阶的手机的晶片市战 那现在联发科在过去4G的市场当中 遭受到高通的挑战就是降价 所以过去在中国市场当中 高通就是利用降价的这个手段 打败了联发科在4G的中国大陆的市场 这一次的高通又再次顾忌重施 想要把利用5G晶片4G化的战略 能够把联发科在中低阶手机的市战能够再抢过来 我个人认为成功几率还蛮高的 因为如果真的未来的旗舰手机是卖不太动的 那么对中低阶来说 如果高通愿意在价格上面做大幅度的让价 让步的话 既然对中国市场来说 很多的手机大厂还是会宁愿选择高通的产品 高通的产品 所以这个是后续在联发科影响上面 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了 好的确 所以这在联发科来说是一个冲击 不过我们先关心一下今天期货 今天期货目前是开高的 目前开高0.5% 上涨67点 12730点 在今天期货市场目前开的还算OK 好 不过关键在于在这个礼拜 还有一个最大的并购案要来讨论 就是挥达并购这个安谋 如果最快这个礼拜敲定的话 如果它是总价400亿美元 这起并购案韦杰怎么来看 其实在这个并购案的这个背景环境当中 大家要先了解 就是说软银 这个它不是直接去买安谋 它是去买软银手中的安谋持股25% 这是这个400亿的美元 利用这个金额要去购买 那其实呢 这中间可能有一些状况是说 软银在过去的这一波股灾当中 其实在市场上的投资损失了不少 所以它有财务上的一些压力 所以不得不把手中的一些投资 陆陆续续变现 安谋不是唯一一间 安谋不是唯一一间 它之前也变现了阿里巴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软银在这一波的股灾当中 其实受伤程度还蛮严重的 那么刚好被挥达捡到这个机会 那这个合并案能够成功之后 对于整个NVIDIA在未来的市战 跟它的整个成本上面 是会有效的一个增加的 就是成本它有可能会持续往下掉 那么对于挥达长远的一个发展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 所以其实后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挥达并购这个安谋 百分之二十五的这些股份之后 对于NVIDIA所带来的一些 正面的一个收益 这个后续我们可以再留意一下 NVIDIA的一个发展 好伟基那今天最后的关盘重点 带大家来掌握 好我想其实重点还是在外资 现在目前看起来外资的买盘 是为了要撑住 目前在这个礼拜的台积结算 那结算过后外资的看法又更为重要 那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 外资比较不容易大买台北股市 所以在后续上面可能指数表现空间 还是相对比较有限